Lio聊世紀天天的烏克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曲折羅人 這方面才是神愛血的哈拉伯蒂圖 再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0點頭髮上的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經濟科技特別厲害 伐木技術跟挖進挖士 都可以每點一次 增加40%的效率採集 這個效果呢 讓亞美尼亞人經濟非常好 到帝王時代呢 也有這個大吉兵可以用 或許還有劍兵勇士 而且亞美尼亞人是唯一一個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使用步兵科技的人 黑暗時代就可以用強兵 風箭時代就有重裝長槍兵 那亞美尼亞人呢 攻兵路線稍微能打 那他沒有奴不子環的關係 所以強弩還算是堪用 那他的復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 可以成為他的主力 那他騎兵路線呢 就跟波蘭一樣 都只有坐裝騎士 但他只有輕騎兵 然後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他的生理是全滿的 那白血見油呢 也是在說這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驅逐羅人 那驅逐羅人開局 會有這個兩坨果蛀蟲 而且他訓養動物可以放在魔防裡面 慢慢纏生食物 那他的騎兵單位 有額外增傷效果 或你是要出閃避馬 或是重裝駱駝 這個額外的增傷效果 是非常痛的 那他的步兵路線呢 是稍微可惜了一點 甚至連重裝長槍兵都沒有 但是他有三級的板甲技術 是為了讓他的保兵單位 還刃頭之手 而做使用的 那驅逐羅人的後期呢 比較適合大象公兵 跟駱駝當作主力 還有這個閃避嘛 那大象公兵呢 還可以點一下前線衛隊 可以增加駱駝跟相公的近戰防護力4點 那驅逐羅人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經濟型打法 長軍士其實也蠻適合他的 因為他的這個增傷效果很好 前期可以打工兵 然後轉奴兵配閃避馬駱駝 都是一個很好前期打城堡賽的流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地圖 地圖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那地圖的部分看起來右邊還不錯 這個地區有一堆墓區可以守著 但是感覺也是不太好圍 而且這裡可以放個TC應該是沒問題 這裡也可以補TC 正面的話一開始比較痛苦 敵方會有個高地可以使用 所以要盡狠的圍出去 讓對方不要有高地的優勢 那這邊可以正常的維持 右邊這裡有圍下 這裡有一個金礦 但這個金礦應該是不能蓋TC 這個有個高地在的關係 所以TC沒有拍下去 再看一下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這邊是黃金在後面 果實在前面 附近有塊在後面 亞美尼亞的地圖看起來比驅逐路人更好 兩塊附近都在正後方 哇這個有點偏天圖了 正面的位置也很好欸 但右邊地方不太好欸 不可以要這樣子圍喔 圍到底 不然就是這邊圍好之後 用TC斜防一下 然後這樣子圍好 圍好 圍好 這邊再稍微圍好 然後這裡再圍一下 差不多 那小微部分 亞美尼亞人會比較有優勢 安迪這邊就很尷尬 正面的木頭都沒有 這是一個超級 非洲大庭人 這個大草原真的是空曠到一個故事 後面這裡有要圍的話 也要圍得比較辛苦一點 OK 那接下來驅逐路人 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OK 弓箭時代 直接轉工兵開 那工兵開 這邊是四人挖黃金 待會可以轉馬舟也沒問題 但現在肉好像拍過的關係 先轉工了 好 我們過來看到 你的駱駝刺頭在這 駱駝刺頭它有缺點 移動速度比較慢的關係 所以怎麼追 都追不到一般的刺頭騎兵 結果好像快要追到 工兵射一射 亞美尼亞這邊也是選擇了工兵開 這邊都是一個工兵開局 但是驅逐路人 並沒有去轉出槍兵 需要 畢竟亞美尼亞並不是 走騎兵路線 好 安迪這邊是 拉了三隻工兵過來 可以帶我一下 喔 還一點射死 但沒有辦法 慢血而已 哪裡亞美尼亞人 槍兵加上 戰毛兵 稍微守一下 其實打的算是 小打小鬧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經濟 往往會比對手好傷一點點 因為他的伐木技術 這個時間 就會比對手 還要再多一些些的 這個支援優勢 在前期來說非常好用 到右邊這邊 附一個市集 這邊有看到金礦 金礦在這個位置 有點尷尬 後面這一坨毛兵 終於把攻擊手解掉 現在驅逐路人 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邊前期都沒有出太多兵 但亞美尼亞這邊升級 稍微慢了一點 這就是 毛兵出太多 還有槍兵按太多的問題 所以槍毛前壓很舒服 跟防守很好用 但是按太多 升級會落後 落後的話 危險性就會提高很多了 在這個時間點 亞美尼亞人 要盡可能用自己的毛兵 抓掉對方的工兵 讓對方的工兵 沒有辦法成型奴兵 奴兵團 這個壓力就會稍微小一些 現在這個工兵已經走到了後面 說亞美尼亞人 渾身不支 這把比賽是賽巴斯丁 對上安迪 安迪就已經走了 工兵路線 那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轉工兵 然後配閃避馬 或者是配駱駝 都是屈酒羅人 一個很強大的搭配打法 看一下這一波交戰 工兵上來 但是這裡不等城堡時代的 戰毛兵 決定要使用毛兵往前 想一發一個頭毛 拿一隻奴兵 好又投掉了一隻 這裡又一隻 哇這個頭毛混準 再來一發 沒打到 往前走 停下來 回頭 哇這個細血 天啊 這是頂尖對決 哈哈哈哈 這個控兵好猛啊 最後 工兵還是扛不住 這些毛兵的傷害 這些毛兵的投資 也算是 阿算了 阿算了阿算了 好那亞美尼亞 升到城堡時代 開始轉工兵了 這個工兵沒了 換我長工兵 現在驅逐路人 不知道該轉什麼兵嗎 什麼兵都沒按 甚至牛炮 投石車都很開始生產 先轉出了3TC 開農路線 結果TC不在左邊這個位置 這樣可以 這邊這裡有石頭 投石車先安一台 或是牛炮 哇這個城門擋不住了 但沒有關係 有TC的射程 應該還行 直接走進來 投石車 準備要來拍了 看到工程器製造手 嚇一跳 抖了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都走到這了 抖了一發 開心了 看要怎麼畫到你也 沒辦法 這個進來了 但是不往前走 又會被TC射 但是往前走 又會被投車拍 暗地等的就是這一刻啊 好 這一波進去之後 這頭兵 直接被拍掉的關係 兵沒有辦法擊殺掉村民嗎 一村應該可以吧 可能一村都沒有 哇靠 真的一村都沒有了嗎 槍民趕快過來戳 好 這裡再度打到了 一隻 散毛兵 後面的 封箭手 能不能收都要一村 可以 兩村 有機會嗎 快把殘血拉走 好 最後搞定了 哇 這裡打得很驚險 好 這裡 亞美尼亞人走馬功 這什麼東西 亞美尼亞人的馬功 比較尷尬的是 他並沒有重裝馬功 可以升級也沒安息的也沒拇指環 所以走馬功其實很不適合亞美尼亞人 但是 沒想到 好 塞巴斯丁 居然走 亞美尼亞馬功路線 移招 這個是亞美尼亞人奇招 因為走騎士可能更好 走馬功就真的是 挺微妙的 但這邊是有三四件場 轉馬功確實很快可以亮的產起來 但是接續打法來說 要繼續打馬功是沒有辦法接續下去的 就是馬功這時候有二級射的關係 其實燒的效果還算可以 這邊如果真的要走馬功的話 待會還要補個馬就 轉一下這個品種 不然這個馬功血量太少了 好 安迪3TC弄得很開心 村民差距來到了15隻 16隻了 村民差距有很多 在亞美尼亞人 有沒有看到 這個經濟還是領先 都會了 剛剛那一佛兵進去 有招牢到一點東西 雖然沒有急招到太多村民 但對方只要村民一戰沒有在採支援 這個支援差距就會稍微拉大一些 好 我們的炮走出來 結果馬功 先順利硬扛 但最後沒有扛住農物炮的傷害 選擇了退 前期驅逐弱的人 是走了工程器防守路線 3TC開農 那這邊開始轉出來的東西是 鑿駝配大象公兵 欸 大象公兵 打馬功確實適合 這就有這個體質上的血量優勢 這個投資車可以并1換1嗎 好 這個是擋插邊球 最後是由馬功收下投資車 好 象公出來了 好 這邊看到象公的亞美尼亞人 生旅可以趕快按了 不然就是轉戰矛 那亞美尼亞人生旅科技呢 是全滿的 所以亞美尼亞生旅禁技是不錯 後面還可以轉大量的生旅科技 好 但這裡沒有打算要轉全生旅 而是轉了一些戰矛兵 用戰矛打象公 效果確實不錯 這個盾裡面有被擊殺掉 好 把象公兵這時候有點麻煩 比值優勢太好了 230滴石啊 一般馬功只有50滴 好 這裡要稍微拉扯了 好 打掉一隻 對 那邊有兩隻 二體的攻兵 還在招倒TC 我們順利招饅 招饅落頭 落頭要被招到 帶到質地嗎 來不及 哎呦 hoe 跑掉了 很 엄止一些 區組羅 這邊二級伐木 重新不叫 最後還是招搶到了 以後也用順利招饅馬功 但馬功來不及招到 可別射倒了 就要三隻相公稍微守住 區組羅人 而且只是沒有想法 那現在這裡最好的方法就是出閃避碼 避避反擊 可能會更好 不管是要打頭車、戰錨、馬功、閃避碼 這個單位就可以全部搞定 現在兩隻聖魚很努力招響 但是居然沒有招響成功 全速倒地 好 現在驅著羅倫 經濟算是交叉的 雅明亞人經濟已經來到了頂峰 資源已經贏了2500資源 好 居著羅點下了品種 彈到學 好 戰錨兵 現在數量買到了17隻 品種終於輔下了 有這麼多戰錨 現在大槍莫兵很難出門 一定要等下閃避嘛 欸 直接滴了木槍 好 從此沒有砸到 直接被騎兵給收掉 好 那現在馬功 已經沒有再繼續出了 雅明亞人突然放棄馬功路線 戰錨兵直接收點 偷死車 偷死車順利被收下 但是兩台偷死車可能要被閃避碼打掉了 好 但是看到生旅遭翔 還是選擇了側退 兩台偷死車順利滾了下來 這裏怎麼在招響戰錨呢 戰錨直接把勝率打倒在地上 這個城堡蓋到60幾%的時候 選擇了拉走 蓋了 這個偷死車過來 一旦過來的話就難受 這個預判 沒有成功 哇 這個是要打農田 結果直接打擦邊球 最後還是拿掉 但殘血也是因為1換1換掉 好 大象攻兵 最後招響到了一隻 閃避馬出來 對著偷死車就是一頓輸出 閃避馬可以開始無雙 好 這些戰錨兵效果非常好 好 這些戰錨兵效果非常好 這傲兵現在被殘兵馬逃走過血了 但吃寶珠還是蓋好 在兩輩的經濟差距 來到了3000多的資源 亞美尼亞人已經點下了帝王的時代 卻逐羅倫這邊要點帝王有點困難 好 符合弓箭手也出來了 符合弓箭手就是我們剛剛開頭提到的 可以穿甲的弓兵 不是敵人的防禦進行攻擊的 但閃避馬它可以 躲掉敵方的投射物 現在閃避馬也那麼好解決 但只要一讓它的閃避效果沒了之後 才是能夠擊殺掉的 好 這裡直接圍了一個城門 這裡想要直接突破 但沒有辦法 直接正面對蓋堡 沒想到這邊沒有打算 要放給對手挖這個石頭 直接對堡起來 20隻村民直接大爆射 裡面非常多箭矢射穿了 後方蓋堡的村民 這裡趕快補個石槍 讓對方沒有辦法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最後是變成92%的DOT堡 好 大箱也出來了 加尾尼亞人 點下了槍兵升級 研發地龍師在途中 就可以研發他擊兵 好 大箱這邊是要先拆 這根堡還是要上兵那根呢 我的裝甲站上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很大力這些鐵還是被弄到了 閃避馬的閃避效果很好 還在田裡面亂打 好 槍兵先往前補 好 點掉了一隻 第二隻也點下 好 正面的 戰弓 有點擋不太住喔 復活攻擊手傷害有點高 好 戰弓兵 開始解決掉了 不然城堡掉了 但是正面的部隊威力很強 戰弓 血量掉得非常快 戰弓兵收光了更多的大象弓兵 但是正面的大槍兵越來越多 感覺槍兵要戳掉這些工程戰象 應該有機會守得住 但是血量有點低 直接取消 哇 95%還要取消 哇 這個取消有點可惜 但不取消的話好像更慘 沒有辦法停損 好 雖然兩根城堡都沒有辦法守下 但是情況對於蜘蛛倫來說 非常不利 實在的差了一個 好 城堡打帝王 對方的巨型頭石機已經出來了 亞美尼亞人經濟優勢 已經開始展現出來 好 巨型頭石機數量很多 打相公兵沒有打出來要放棄 所以再繼續按相公的話 雖然有部隊可以擋對方的工兵 但是沒有辦法點帝王了 透明術要非常多才行 好 這邊閃地馬 嘗試去後面繞背 看 這邊尾很快 直接尾死 這裡好像有洞 對 這裡有個洞 溜了進去 看 正面大量槍兵直接戳掉了 大象公兵 跟 攻城戰相 因為路人正面好像潰敗了 所以想到槍兵直接 讓他放空 亂打 破掉了一堆兵 家裡閃兵馬 有蓋寶 這根閃兵馬有點麻煩 但家裡有槍兵應該能守得住 這根城堡 待會再回來繼續蓋就行 投石車砸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哇 又倒了一大堆 哇 投石車 看起來還是沒有辦法成為主力 小兵馬直接被戳爛 巨主羅人點下帝龍時代 有機會反打嗎 亞米尼亞人開始轉兵 見兵勇士 感覺要生囉 先生一個中甲步兵 藍甲技術點了下去 待會就可以點金罐技術 白血劍勇 可以誕生了 好 槍兵已經在裡面 開始殺雞巴亂說 這根城堡 好 走不住 五台巨頭 百分之百 走不住 而且人家還是高地 修到沒石頭 帝龍時代還有一分半 戰毛兵 趕快按 但是戰毛兵能夠守住嗎 好像有點吃力喔 好 安迪的資源量 才是四萬七 現在是五萬六 資源差距來到了七八千左右 好 金瑞 亞美尼亞 複合弓箭手 也點了 好 金瑞複合弓 血量45滴血 攻擊力8滴 一下8滴 那戰毛兵也很痛 兩邊是互相傷害的 但是劍兵又是一旦出場 這些槍兵 跟戰毛兵可能就沒有辦法正常進攻 好 直接衝到了田裡 只要重田能控下 驅逐羅倫就很難翻盤 因為驅逐羅倫非常吃肉的威名 現在窮到連沙地利都點不下 戰毛兵努力再出 並還沒有放棄 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複合弓數量已經慢慢成型 金罐已經點下 金罐有點早 好 現在常劍兵血量是90滴血 護兵的血量非常的厚實 好 劍兵有事 也馬上升級上去 好 待會劍兵一登場 變職有沒有 來看一下這個 戰象能不能頂到 好 頂到了一下 第二下 再次被雙手劍兵砍爛 雙手劍兵 往前突進 安迪打出了GG 這時候恭喜了 對手薩巴斯丁 希望下一把可以繼續順利 薩巴斯丁也打出了GG 恭喜薩巴斯丁 哇 薩巴斯丁最近的勢頭真的很光啊 贏了蠻多比賽的 而且這場比賽也贏的話 就代表說他要去打總冠軍賽了 冠軍賽薩巴斯丁的勢頭應該是蠻穩的 大家也會預測薩巴斯丁贏的機率很高 因為他最近的比賽都蠻穩定的 來 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正式全滿了 這就是亞美尼亞人的經濟優勢 哇 後面還拿到六生物 我的天 那為什麼會有六生物呢 是因為亞美尼亞人的第一個強化教堂 會獲得額外的生物 阿拉伯這張地圖 突然變成五生物了 那我是覺得安迪這把比賽打的方向不錯 閃避嘛 也出的時機也算OK 但安迪這邊有個問題 是他的騷擾 並沒有第一時間就去殺到亞美尼亞的經濟 所以並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就打擊對手 那我說的那個第一時間 就是一開始他去按了一隻駱駝 幾隻駱駝給對方 然後還被招響掉 那個時間點有點尷尬 如果他轉的是閃避馬出去的話 可能情況會有不同 那這個節奏被對方滾起來之後 就很難再逆轉回去了 畢竟須子駱駝的人 他還是非常吃肉的 如果沒有點下銀貫的話 會越來越劣勢 那亞美尼亞人的經濟實在是太好 所以很難翻盤成功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